好棒喔 是不是這樣過來,幻影島 在這裡了,OK 我們來到幻影島 這個島以前沒有的 很久沒見到客人 這個是幻之島,是不是 這個就是這個島的名字 你去哪裡? 你想知道關於更多島的事情嗎?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照做 都不知道在哪裡 在哪裡? 很多 很多的未知圖騰 看到了 我在建築物已經看到一些未知圖騰 這裡? 這是什麼地方?米妮 跟我來呢? 簡單,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 時間管理者 知善篇章 你確定我們可以救到他王 毫無二蚊 我們不可以失敗,如果我們這樣做就會永遠失去他 那個是什麼? 好,我們繼續向上 欸 石英高如的獲勝者是來自純白鎮的Green 下次好運 好了,這裡是不是改寫了歷史 是不是有平衡世界 黑暗之觀是 蛤? 給走路快兩步,直接關上單車 有些什麼 欸 Green 和小王 快走,我們要離開 但是 快點 這些不是什麼場景 繼續 繼續 我很害怕 你嚇到我了 離我遠一點 究竟我做了什麼 咦 這裡沒有一個位置 然後還有一間房 這裡 嗯? 這裡是純白鎮? 媽媽、爸爸,你看到哪裡 很久之前 是小男? 我不會這樣做 我必須要幫他 這樣做將會改變現實 你到處的生活將會改變 你現在知道 那個小男可能不是同一個人 他甚至不復存在 啊 他被這個小鳥帶走了 很抱怨 他不可以改寫這個歷史 你知不知道這個島是幻之島 我會稱之為失去時間的島 失去時間的島? 這個島從宇宙開始就存在著 他記錄著每一個歷史的事件 你有五千年了 所以你生存了 在這個島上時間將會凍結一切 我亦都不會變路 亦都不會死 你不會孤獨的嗎? 我有一個神聖的職責 沒有了我的時間就會重疊 產生矛盾 這個地方向上走 繼續 幻影島 這個 狐柏 神啊 作為你的先知和博人 求你保護我們不受這個岸坡的傷害 媽 嘩 雷吉卡奇卡斯 神柱王 三神柱 接力這個島就可以帶回靈 靈這個名字是甚麼 離開這個島啊米莉 媽媽死了 我們必須離開這個島 嘩 打羅伊 在永恆的暗望中沉睡 不要啊 剩下他兩個 剩下他一個 他走掉了 基拉奇會對付他 很平靜地說 基拉奇 我們繼續吧 這個就是島上發生的事 那天我失去了一切 朋友和家人 這個地方有能力改變過去 為何你們不去 作為一個時間管理者 我有責任 不管是代價還是犧牲 如果我的人知道我改變時間 令他們回來 他們永遠都不會原諒我 我們繼續吧 現在正在看他的故事 正在看這個 劇情入面 時間的觀點 OK 那這個理由是甚麼 是阿粉 是阿小粉 現在陷入將會改變時間軸 你要不要介入 哇 不用問一定要介入 介入 他為了我放棄一籌 我必須要救 我對你真的很失望 你又做了錯誤的選擇 我以為你這次會改變 蛤 你跟我打 哇 這麼有型 你不是覺得你贏到我 就算你生存了五千年 你也不會贏到我 嘩 嘩 嘩 哥斯拉 嘩 真的猜不到你 為什麼你會有哥斯拉 大哥 他這樣換得出 一定是怕甚麼 他一定有地面記 那當然我們先用劇毒 嘩 對 他比我快 不要緊 我們有彈彈 接著先用催眠 沒中 Oh my God 要輸了 水晶層 啊 死了 神經病 低難怎麼打 150 傻了 噢 催眠粉 要中 中都可以 OK 我們來弱脂訓練家 不要想了 這裡我死了真的會死 我們用弱脂訓練家打贏 這裡一定要補一隻 這裡補一隻什麼好呢 這裡其實補一隻 鯉魚龍 我不快醒醒 不要緊 我們再補多一隻 我們這次換一隻 皮皮 好 然後再補多一隻 大力挖 OK 用了終極衝擊 大力挖 然後再換一隻鯉魚龍 好 誒 好 沒中到 OK 我們又去奧多灣 搞定 基多拉 王者基多拉 嘩 這麼有趣的 這些精靈是什麼精靈 好了 他又要輸給我 因為沒有地面記 只有那隻哥斯拉有地面記 好 搞定 風格沒有帶不要 嘩 可惜這些應該是 這麼有遊戲王的感覺 他開的是神鳥 好似說 神鳥猛攻 喔 還有一個包子 包子特性的 這個應該是昆蟲類 搞定 還有一隻 最後一隻 這隻沒有地震 一開始他已經換走了 所以也證明他沒有地面記打我 燒傷 搞定 好配 你可能認為你的行為高尚 但這個只不過是一層薄薄的自私面紗 你所做的將會帶來嚴重的後果 我也不在乎這個後果 我們拭目以待 什麼 離開遠一點 這個又要打 雖然不夠我打的 我知道 再見 你這隻 這隻水是我們用 煎 地震 蠻力 這隻也是地震 巨曼藤 寶欣 再寶欣 有幾立的 寶欣 這隻好像是用水流噴蛇 OK OK 分靈貓的水流噴蛇 不行不行 尖攻 好 搞定 搞定 多謝你 發生什麼事 你改變了時間 由於你的行動 你已經成功摧毀了你認識的四個人的生活 什麼 格倫從來沒有脫離過精靈協會 所以他在這個 我這個丐倫 所以他在金骨島 慘敗戰死 你真的意味著你毀了他女兒的生活 他現在是個孤兒 對 那個丐倫 就是那個 最後就倒戈成為了粉紅的朋友 那個 還不單止你這樣 這個朋友阿姨阿南 和這個Handsome 他都死在這個時間線 你已經滿意了 我不知道 行動是有後果 你也不會再踏上這個島 啊 時間餘你的芝士編章結束 那個小男真的死了 欸 粉紅 多謝你救了我 不用擔心 我很高興能夠在阿忠傷害你之前說到 不單止這樣 我覺得你是把我從死亡中拯救出來 什麼 我沒辦法解釋 但我昨晚發了個惡夢 夢見自己被機械阿里多斯吃了 我不知道很奇怪 你跟阿忠談過沒有 你阿Dee不要笑 什麼 我剛才跟你說 我是惡夢 為什麼你要取笑我 我是不是跟阿忠談過 怨她的靈魂當色 她都死了 待會再見 阿忠也死了 那小男呢 現在 現在 欸 你在男家做什麼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一直在做惡夢 你知道嗎 你是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 但好像 就好像我不應該在這裡 這樣 我從來沒有跟這個小男聊過 但我感覺 我好像從她那裡拿走了什麼 我們走吧 啊 你OK嗎 甜甜島 我死了在甜甜島 你產生幻覺 你去哪裡 我要去甜甜島 兩線粉紅 未然的真相 知線偏像 啊 輕了機位 不可以跟她聊天 小男這個應該是假象 一聊就爆機 好吧 我們 嘗試不介入 因為我 她的臉 這裡還繼續劇情 既然是這樣 我們先介入去 不是 介入不是要再打一次 哎 真是白癡 還是我剛才沒有 不要緊 我們先不介入 沒辦法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最終的劇情故 是怎樣 咦 這裡有一包 是呀 你長大了 你說得對 我不應該阻止你 這次是我最後一次 吵你的 保證 見回她 你想跟她聊些什麼 會不會打亂時間 安排 會呀 那你又問 不再自私 不再不成熟 這個就是我過去的我 不用了 謝謝 是需要很大的意志力 你為什麼要讓我看這些 看一下這個 哇 什麼 這個就是零 OK 這個是零 她跟生命之神爭奪 這個統治權 並取得這個勝利 當生命之神死亡之後 她又會再變成一隻蛋 然後在她重生之前 這個零粉碎了一隻蛋 導致碎片散落在所有的圍道上 每個碎片都變成了阿爾咒師 如果所有的碎片都被收集起來 生命之神就會重生 而零通過入侵圍道 並摧毀碎片 阻止了生命之神的重生 OK 就是說 其實一開始就有一個生命之神 以及一個叫零的生物 他們就一個掌管著這個世界的所有的生命能源 或者怎樣 而這個零就是 你當是跟他打一堆頭 縮敵 我終於消滅所有縮敵的碎片 現在他不會重生 沒有人可以反對 我的仆人 這個是我來的 你做了正確的選擇 站在這邊 哈哈哈哈 這個是 這個是一種預兆 預兆主 如果你落入了貪婪和自私的道路上 會發生了什麼事 你給我看這些就是為了令我預防 哦 就是說如果我選擇了介入 就有機會令到這個世界分壞 我意識到這樣就會違背了我之前說的令時間流勢的說法 那你為什麼給我看 因為這個不是你第一次來到這裡 沒錯 我們以前也見過面 你帶入這個島的時候 你做了一件很自私的事 那邊的時間線 確保你贏到石英聯盟 等等 當時 你還記不記得華南中華南洞穴的戰鬥 那是你一個時間的我 那邊的時間線 你選擇了0勝利的路線 希望向你展示這一點能夠說服你重新將一切都擺回正軌 你不和你以前更加成熟 更加無私 我有一件事要給你 這隻夢夢 它看起來好像一隻夢夢 但其實實質上它是一個幻影 請令這一切成為一個提醒 做出一個正確的選擇 時間管理者支線篇章結束 是 順便問一問你是如何擺脫襲擊你的島的邪惡神靈 即是那三個神獸 你要尋找答案就是這裡以北的海市神流 我給你的幻影蒙蒙是進入座塔的鎖匙 嘩 這個支線很長 而且這個支線都有點難找 OK 好我們又回到這個 加入時間線的平衡世界 好 剛才說到我們就 進入了這個小男的家 然後粉紅就要去甜甜島 OK 那我們現在就要出發到甜甜島去找粉紅 好 這個劇情也挺有趣的 因為可以看到粉紅這個人物 這個角色 因為如果在正常的時間線來看 他就已經是慘死了在 機下利多斯道 如果大家有看到的話都知道 好我們就要去甜甜島找粉紅 甜甜島 甜金島還是甜甜島 跟著在個不知什麼吊橋的位置 甜金島不是甜甜島 跟著在個不知什麼吊橋的位置 回到這個粉紅這個位置 應該在這裡 在這裡 在這裡 咦 沒有反應 咦 這裡怎麼觸發的 小粉 小粉 我死在這裡 你說什麼 我記得所有東西 有個聲音在我腦袋 因為他就沒事 不其他告訴他 我不應該活著 你做了什麼 你是我的朋友 去了一個島 改變了時間 所以你會 中男 和其他人 什麼叫中男 我不知道他們會在這個過程中死 是我做的 多謝你救我 但我不想再跟你說話 我不可以 微言的真相知善劇情 什麼鬼 為什麼 這麼古怪 這裡